嗨 今天来谈一下红皇后效应 红皇后效应是由1980年代时 一个生物学家她所提出来的 当生物抢夺有限的资源时 得不断透过最佳化自己 她才能够保有一席之地 在电视当中常常看到猎豹在追领养嘛 那到最后这些领养 也有可能被这些猎豹给抓到 给吃死了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过了几千年几万年之后 这些领养依然存活到现在 她就表示 这些领养不是全部都被这些猎豹给抓到的 她们依然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人可以活着 所以这也可以表示 这些领养是有在自我锻炼自我精进的 把这个红皇后效应带到人类身上 在一个领域当中 一个企业垄断市场 那有可能在这个国家当中 几十年内企业可以干得好好的 可是当她有一天想要走出国门时 她可能发现自己的能耐非常的不够 就是因为她们有一个好的竞争对手 促使她们不断的自我精进